吃德巴金的副作用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杜晶晶 西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是这样子的 德巴金呢又叫丙无酸钠缓湿片 它是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 广普的抗癫痫的药物 也是我们癫痫的一个急救的药品 那癫痫的患者呢 有一些患者可能长期在使用德巴金 在这个用药的过程中呢 它首先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系统的副作用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振颤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肢体可能会有一些轻度的抖动 还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攻击失调 也就是它走路可能走得不是很平稳 然后它的这个拿东西可能拿得有点摇摇晃晃 除了神经系统造成这种不良反应以外呢 它可能还会造成其他系统的问题 比如说它会造成血液系统的血小板的减少 还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轻度的贫血 它还可能会造成这个精神系统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这种患觉的症状 还对它的肝脏呀肾脏呀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轻度的损伤 还可能会比如说这种有的患者呢 他可能会出现这种肥胖牙龈增生 甚至有的患者呢会出现脱发的症状 一旦出现了这个药物不良反应呢 我们对于患者的建议是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停药 因为抗癫痫药我们都知道它是需要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长时间的用药 一旦你突然停药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癫痫的这个症状很容易就反弹了 所以一旦说出现了药物的不良反应 我们需要你到医院来及时就医 中央医生呢会根据你的这个不良反应 看你是需要减量还是需要调整药物 自己不要盲目的去减药 如果说你没有出现这种比较明显的不良反应的话呢 我们在服用抗癫痫药物的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患者定期的能去医院去检查 每次到了医院以后呢 医生可能会给你做一些血肠规和肝肾功的检查 这个就是主要是说它有一些不良反应 比如说血液系统 还有肝脏肾脏的功能倾度的异常 它可能临床上没有任何的表现 可是在你的这个血液坏的指标里面 它已经反应出来了 还有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去及时的去监测它的血药浓度 看你的药物用量是否合适 感谢观看